另外还有来关心到在昨天晚上六点多 桃园归山发生了弃机车口角冲突 一名骑士因为行驶在内侧车道 一次遭到后方车辆不断的按喇叭 于是双方就直接在大马路旁 针对了机车是否可以行驶在内侧车道 迫发了口角 警方互报之后到场处理 确认这个路段是二线道混合车道 骑士行驶在内车道并没有违反规定 汽车驾驶 机车骑士 火气都很大 我问你这条路有没有写进行机车 要误完美有没有写 双方就在大马路旁 这段机车到底能不能行驶在内车道 我甚至可以骑内车道的 我等一下随便拦个其他人下来 双方吵得一发不可收拾 只好让警方到场处理 你一直按我喇叭 原来爆发口角前 驾驶疑似不断向骑士猛按喇叭 只是这个路段机车到底能不能骑在内车道 这两边都可以骑啊 你为什么按他喇叭 玻利市大人公开答案 骑士没有错 驾驶自知理亏不方便再多说 事发2号晚上6点多 地点在桃园龟山区青线路二段 当时一名骑士行驶在内侧车道 后方跟着一名驾驶 运行驾驶疑次按喇叭 甚至沿路贴紧紧 想告知骑士离开内侧车道 双方因此在马路旁爆发口角 但警方确认这个路段是二线道混合车道 机车行驶内侧车道没有违反规定 其实若路段禁止机车行驶内车道 都会有大大的标示 用路人下次得睁大眼睛 避免类似冲突再次发生 记者林朱强同音报导